栗战书当人大委员长 张德江做出特殊举动 3月17日 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当选中共国家主席 军事委员会主席 王岐山获任国家副主席 栗战书为新一届的中共人大委员长 王晨等14人为中共人大副委员长 3月17日上午 中共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中共政治局常委立战书全票 当选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副委员长为王晨 曹建明 张春贤 沈月月 吉炳轩 爱丽更 一名八海 万厄乡 陈竹 王东明 白马赤林 丁仲理 郝明金 蔡达峰 武维华 中共人大秘书长为杨振武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央视画面显示 立战书当选后 曾任中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张德江向立战书表示祝贺 并深深鞠躬 在如此重大的政治场合 张德江的这一鞠躬绝非无意之举 尤其被党媒央视在镜头中呈现出来 背后别有一番意味 希望之声报导认为 已经戒零的张德江不仅失去了中共人大这一权力宝座 而且从镜头中这一鞠躬来看 恐怕他对自己未来能否平安落地也信心不足 早在本次人大主席团的第一次会议上 立战书已与上届中共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完成人大委员长的交接仪式 立战书并将张德江送出了会议厅 在过去五年里 张德江 刘云山 张高丽江派三常委被指是江派人马对阵习近平阵营的前台人物 也是在江泽民的安排下 张德江从同样被指为江泽民亲信的吴邦国手中 接过了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一职 张德江利用他掌管的中共人大立法权 港澳事务的权力不断向习近平当局搅局 制造事端 对于立战书接手中共人大一事 红二代罗宇表示 立战书的接任是早就定好的 这样在之后的港澳问题 及朝鲜半岛等问题上 少了江派中主要跟习近平搅局的人 人大可以配合习近平下一步动作 在立法等问题上减少很多麻烦 现年67岁的立战书被指示习近平的心腹 港媒称 立战书在1980年代 与在河北任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有交情 故被归为习近平的嫡系官员 立战书在十八大上跻身中央政治局 出任中办主任后 大立清洗令计划的中办就不 令计划在中办的多名心腹被调查 中办高层纷纷被调离 此外 习近平视察外访时立战书常陪伴在册 并参加各种活动 深给习近平的信任